母亲节当天,贾玲发长文感谢观众支持,你好李幻英,直言都在酒里了,谈及母亲李幻英,她表示,为你活着的人没有了,接下来要为她活着了,谢谢你们,谢谢妈妈。 贾玲知道的电影处女作,你好李幻英,在春节期间上映,53亿超高票房使她一跃成为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出人意料的成功,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从影片上映之初,至于贾玲消费母亲贩卖情怀的声音就没有停过。 你好李幻英讲述了女儿高考庆功宴当天,妈妈出了车祸,昏迷不醒,女儿意外穿越到1981年自己出生之前,和自己妈妈成为闺蜜,帮她弥补她年轻时的遗憾的故事。 女儿为了母亲能够生活得更幸福一些,甚至过于撮合她和长长儿子在一起,哪怕自己因此不能出生也没有关系,妈妈却还是选择嫁给自己原来的丈夫,并告诉女儿自己这一生过得很好。 影片最后,女儿猛然发觉妈妈是跟自己一起穿越过来的,妈妈是带着过去的全部记忆, 陪自己走过这段时光档。 回到现在,妈妈在病床上死亡,女儿趴在她身上,失神痛哭。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到今天,业界从来不乏想圈钱,且会利用情怀圈钱的导演。 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导演拍亲情片可以创造像贾琳这样的漂房奇迹? 我想,正是贾琳的真诚最大限度地引起了观众的共鸣,最质朴的艺术表现形式,却往往能够拥有最直击人心的力量。 你好李幻英这部电影对贾琳个人而言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除了赞颂和自念自己的母亲,她更像是贾琳放下心结和过去告别的一个仪式。 母亲的突然离世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她身体里盘踞多年,通过这种方式与母亲重逢也是治愈自己的过程。 至于部分网友,贾琳的母亲结发文蹭热度卖情怀,则更像是常年经营阳春白雪而脱离了人民群众朴素情感的发言。 你给你妈拍了部电影,会一点都不希望她能播出大火吗?